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韻彩衝刺班之球員小教室 沒錯 在投注之前也要更加的了解各隊的陣容 讓你可以更好地掌握各隊的實力 今天就來為大家帶來 談起C羅毫無疑問是足球歷史上最偉大的足球員之一 幾乎贏得了在足壇能夠贏得的一切 不過在他的獎盃櫃子中 還欠缺一座大力神碑 從2003年C羅迎接自己在葡萄牙國家隊的首秀以來 他不但是國家隊出場次數和進球數最多的球員 同時也是葡萄牙國家隊的隊長以及精神領袖 C羅過去四屆世界盃都沒有缺席 但卻始終無法站上最高頒獎台 2006年當時21歲的他首度參與世界盃 雖然年紀輕輕但已經是足壇公認的 讓人期待的潮行星 該借他出賽六次 但葡萄牙最終是在四強不敵法國以第四名作收 不過這個成績已經是C羅最接近世界盃冠軍的一次 接著2010年的世界盃 C羅當時已經轉會西甲豪門黃馬 成為足壇身價最高的球員 作為世界足球先生 他也帶上了葡萄牙的隊長必章 不過表現卻不如預期 只有在對上北韓的時候有取得進球 最終葡萄牙是在十六強就出局 四足配運彩 看球更精彩 買運彩 唯一支持 台灣運彩